Yo大家好,我是Had 距离上市的Street Fighter V推出已经有6年了 不少的玩家都非常期待许多的发布 然而在今年,Capcom终于为我们带来了全新Street Fighter VI的消息 也在近期的游戏展上,发布了许多预告片让玩家一睹为快 但是只是看预告片的话,又哪里可能够满足到呢? 所以,小编我从Capcom那里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游戏实际演示给各位玩家看看咯 之后我也会在影片当中解释本作的亮点啦 讲这样多,直接进入影片画面了啦 Ftreet Fighter VI的画质相比前作,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提升 采用Re-Engine,使到游戏的画面升级了不少 游戏角色身上的细节也显得更细致 玩家也可以看到在打斗场景的时候 角色攻击时会触犯了一次水彩的效果 整个打斗的场面就好像在化水彩 从游戏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到本作也加入了类似像开放世界的游戏模式 玩家可以操控游戏角色,游当在Metro City的地图中 这样的开放世界玩法是在地带中没有出现过的大型场景游戏模式 这次Ftreet Fighter VI的最大特点其一就是除了游王的Classic Control 也另外加入了Modern的操控玩法 相对于Classic的6按键操作设计 Modern只用了4个按键 使用方向盘和指定的按键钮即可做出特定的打斗动作和必杀技 这对于想入坑的新手和只有普通手柄的玩家来说是相当大的好处 当然,简列的操控玩法也有它资深的列出 比如特殊攻击招式互相交接可做出的联欢combo 比起Classic会比较难做出 个人觉得新手玩家可以先尝试Modern的操作玩法 等热后熟练游戏之后再用Classic的玩法也不迟 或者你是个单身狗 有着单身了M年的手术也不是个问题了 看到游戏加入了14旁速 自然而然就会想到WWE也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让我惊讶到的是 不像WWE你的14旁速 使用极其人生在一旁速说 Street Fighter 6用了真人主播配音 毫无违和感 游戏第一弹目前只有热语和英语声 并由阿瑞和Vicious担任旁速者 本作加入了全新的Drive System系统 也保留着了必杀技潮 Drive System系统里有Drive动力潮 而玩家使用Drive招式就会消耗动力潮 游戏共有5种对战技能 Drive Impact,Drive Rush,Drive Parry,Drive Reversal和Overdrive Drive Impact被使用时 游戏角色会做出冲击动作 被击中的对手会完全扣血并被撞飞 在对手攻击时使用Drive Impact的话 你会吸收对手的攻击伤害并进行反击 被枯除的白血之后会慢慢回复 该技能适合被逼到变强时 可用于击退对手 使用Drive Parry会做出招架的招式 玩家在本作可按着招架的按键扭来防御 不过动力潮会随着按住招架按键的时间一直消耗 但只要招架得了对手的攻击便会回复动力潮 接下来就是Drive Reversal 该技能很像前几桌的Alpha Counter 适合用在防御过后 但没能做出反击的情况下使用 技能触发时对手的攻击被挡开之后 游戏角色会立刻自动作出反击击推敌人 从而拉开你与对手的距离 从整你打斗的节奏 游戏角色触发Drive Rush时会向前冲刺 如果只用该招式 就会直接消耗掉三格动力潮 而在Drive Rush之前 使用Drive Parry的话 就只会消耗一格的动力潮 所以除非你是自身格斗玩家 不然的话只是无谓的消耗掉动力潮 最后就是Overdrive 和如往的EX一样 只是普通攻击的强化版罢了 以上就是Strike Fighter 6的一些游戏系统解说咯 个人觉得本作的游戏画质 比起前作真的升级的超多 变得很五颜六色 以往都没有的开放世界游玩模式 让人感到游戏体验很新鲜 新加入的剪裂操作玩法 对新入坑的玩家或是手柄玩家 很是友善 过去的复杂战斗系统被替换掉 转自NaruDrive System的系统 看似简单 但操作起来是非常吃惊艳 可是肯定知道的 就是除了比赛季以外的招式 都会消耗动力潮就是了 游戏将会在2023年发布 并登陆PS5、PS4、Export Series XS 以及PC平台 不懂各位玩家对本次的Strike Fighter 6 有怎样的看法 可以留言在影片下面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是Ed Dewa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再见